为了要躲避走策 竟然直接冲进了海里头 22号下午1点左右 一名女子在新北市金山区发生了车祸 远景到场准备要对她进行走策 没有想到女子不但聚检还加速逃逸 两度自撞堤防之后 整台车就这样子冲进了海里头 消防人员到场救援 但是女子被救起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松衣抢救还是宣告不治 一台黑色轿车沿路蛇行 左右偏移 远景紧追在后 这次过程轿车还两度自撞堤防 最后扑通一声 整台车就这样冲进海里 让警方全都看傻了眼 消防人员货报赶紧前往救援 在橡皮艇上不断实施心肺复苏数 不过当时车子已经沉到月四公尺深海里 把人拉出来时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惊险意外就发生在22号下午1点多 一名40岁女子开车行进新北市金山区环京中正路口时 发生碰撞事故 原警准备对他实施酒册 没想到他拒检关上车窗随后加速逃逸 最后开进黄港渔港内坠入海中 拒绝接受酒册后驾车逃逸 警方跟随其后致本辖黄港渔港发现区驾车不稳 致状后直接坠入港内 女子松衣抢救后仍然宣告不治 详细案发原因还有待调查理清 一时心虚为了夺酒册而逃逸 不胜坠海更赔上性命恐怕不值得 记得猜真新北报道